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石乃丽 欢迎你们收看我们园艺达人李立元Robert 来跟你们分享他种植园艺的经验 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给我们按赞订阅小铃铛 你们会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视频 那如果有任何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 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李立元会尽快给你们回答 现在是三月中 他三月顶了 这个四月马上到了 四月有个大日子 我也开玩笑 什么大日子,你的生日吗 对 所以我对四月特别有兴趣 有好感 那这个 我上次生日你没有请我 二月十四,群人节 这个也就是要过节 那四月到了 我们四月份又有什么东西可以大家开始可以中心 是乃琳,多得不得了 说不完 我拿一些大家比较常看到的一些 我们讲蔬菜好了 蔬菜里面也代表有一些瓜类的东西 现在正是时候 现在种 你就差不多到七八月就可以收成了 有的还不要那么久 大概三个月就可以收成了 有茄子 有各种的瓜类 有些胡瓜 是什么丝瓜 都可以 还有一些呢 黄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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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瓜也是你种的好 吃不完 四季豆 四季豆 很容易发芽的 去买种子 四季豆你要买种子来种 辣椒 看到没有 这个辣椒 我才种了两个多月 已经开花 长辣椒了 肥料放得好 光线够土壤好 就长得快 还有一个紫苏 现在刚刚才长 刚刚才长 这个紫苏啊 怎么样 获得这个紫苏 不要买种子 你要种一棵紫苏 它长一年 但是 紫苏是一年生草本 什么叫一年生草本 就是一年它就要结束 到冬天它就没有了 没了 那重新要开始 其实这个春天啊 三四月的时候 适合种的菜呢 多的不胜美举 茄子啊 西红柿啊 豆角啊 黄瓜 蜗瓜啊 蜗菊啊 是不是 菠菜 空心菜 那更不要讲了 去捡一些 回来叉子活了 小白菜 韭菜 辣椒 西红柿 毛豆啊 什么什么 多得很 讲不完 太多了 四月份是非常非常好的 种植的季节 对 那我这还有番茄 哎呀 这个番茄长得多好 我特别讲一下 这个番茄啊 是过了一个冬天的番茄 很多人都说 到了冬天番茄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你要知道 你番茄 你不要让它顶着风吹啊 下霜了就结束了 完蛋了 冻死了 你把它放到屋檐底下 有光线啊 有光线的屋檐底下 这个番茄 从去年 我大概是春天种的 它冬天不长了 可是呢 它现在又开始了 又开始 你看 花都涨在了 它这个花的 这个花的结果率 几乎是百分之百耶 百分之百呀 那我们家 我们家开光开花不结果耶 哈哈哈哈 奇怪 我不是给你易肥吗 你交易肥就好啦 对不对 我就在这个盆子里 它在这个盆里 火了一年多了 很好 我一点都不担心它 西红柿 番茄 超级好玩的 漂亮 辣椒啦 葱啦 香菜啦 香菜 香菜也是撒种子 也是很快就长 发芽 很快发芽 也是会长得很茂盛 还有南瓜 南瓜 我们前一集也有讲 南瓜 也正是时候 小白菜 都是用这个小白菜 都用种子都可以种的 这个小白菜呢 我们也可以用水培的 就跟前面我们看到那个 凤梨的水培 这个把这个 小白菜底下这个粗的 粗的 粗的这个 瓜皮啊 上面就吃掉 这个你吃掉 炒菜什么都可以 这个 就来水培 放着水培 放点水 它从中间长 它旁边不会长辣 对对对对 从中间这样开始长新的叶子 这很快 这也很快 等它底下长了很多根 拿一个小杯子 对对 小的盘子也可以 没那么抢救 然后等它长了根了 底下根长多了 然后再种到盆子里 或者种到地上 它就又开又可以 又开始 它又从中间长长长长长 长起来了 所以这个真的要把它利用好的话 那 源源不绝 是 真的是这样 是啊 一点不含糊 但是你要知道 任何的这些 蔬果啊 就说 不能让它土壤一直湿 嗯 譬如说你看我这个土壤 对吧 我这个土壤 干干的哦 它不干 其实你看 它底下 底下都湿的 上面干干的 对上面干干的 所以你种任何的植物 包括花卉 你喷子上要留个两寸的深度 什么原因 风在吹 如果你的土是在这个地方 你很快就干掉 你把它放在底下 放在底下 湿气在这个地方 有湿度 然后呢 这个还保护着它 不会被风很快的吹干 嗯 这个对它的植物来讲 不管是任何的植物 它都有很好的防护作用 也保护它啊 就是种花盆 你看那个人家 花园里啊 苗圃啊 花盆 没有说土放 土放在这里 都是要有一个深度在 留起来 留在上面的啊 这是你一看 保护它的土壤 对一看就懂了 对 子树也是 子树也是长得快的不得了 我们常常吃些东西啊 吃生鱼片的 或者说 哎呦很棒 很棒的 它叶子不是那么小 它长大叶子长得好大 就是刚长出来 就是刚长出来 对对对对 这个怎么长出来 你买一棵它长大了 它到了秋天它会开花 你就把盆子放在它旁边 就这样 哦 简不简单 它开花以后 落的这些种子 它就掉进来 但是有很多人说 我种了一棵子树 我从来没看到它长发芽 为什么 你猜为什么 被鸟吃掉 还没有等到吃 只说可以长两三尺那么大 它开花开了好多像花碎一样 但是呢 它种子掉下来 每天早上 我都注意看 哇 好多小鸟啊 都跑到那边吃种子 哎呦 所有会开花的植物的种子 它都会吃 所以它们种子吃光了 它也没有看到它发芽了 原因在这里 放个盆子 鸟不会跑到盆子里 它有点怕 所以在里面 它就掉下去了 掉下去之后呢 沙沙水 就长 你看长多少 放个五六盆 一百多个子树的小苗 对啊 而且它们将来叶子会长得很大 对叶子长很大的 可以来做包那个生鸡片 我其实 子猪对我们人体有一个最好的 它抗什么 抗炎症 抗发炎 发炎 所以我经常 我到了我自己的苗圃去 我就摘个几片 摘个五六片 我就嚼嚼嚼嚼 嚼脆了 吞下去 我一天可以吃好多啊 所以你看我气质好不好 对不对 我就是很吃的很多 深吃的 白白胖 我从小就胖 没办法 那你对于这些蔬菜 瓜类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是 交肥的方法 对对对啊 如果说你是坐在地上的 因为你的面积很大 你可以放点鸡粪啊 牛粪啊 对不对 可以放一点点 很薄薄的 就算是撒在上面浇水 它也有效果 滲透下去 如果在盆子里 我建议你还是用液肥 因为它不会在这造成土壤里面发霉 最重要是不能发霉 发霉的细菌感染上来 整个树就完蛋了 整个果树完蛋了 这个死肥也是很重要 对啊对啊 尤其是蔬果青菜 拿青菜来讲 瓜类来讲 它要的肥料是 是活肥禽湿 经常的吃 经常的吃 不能多 活肥禽湿 少量多餐 漂亮 那就是少量多餐 然后让它呢 一直不断的有新的营养给它 对不对 我们吃饭吃都是有营养的菜 再加几个综合维他命 是不是 胸膛又能挺起来 对 长得壮壮的 白白胖胖的 我就是会吃 那我知道你像你刚刚说鸟啊 什么都喜欢吃 那还有会不会招了很多的虫子 是 是 你菜种的好 我告诉你 那就会有一些病菌啊 或者是虫啊 它也喜欢 它也喜欢 病菌是怎么样 种的东西太密 不通风 不通风 往往会造成什么 白粉病啦 红蜘蛛啦 红蜘蛛算是虫 那我还是建议大家 你就定期的啊 就是说 你不是说 我看到有病了 我现在治 当然你有病也是非治不可 要是一些预防嘛 先保养 就是你打预防针嘛 不要有这流行性感冒传染到你 植物也是一样 你定期的 你比如说我十天 我就是十天 我有个表格 在我院子里有表格 都填好 自己画好表格 哦 施肥打一天 什么时候要做整个菜谱的一个消毒的作用 消毒的我都是用最原始的 最organic的东西 用植物性的东西来消灭这些病菌 驱赶这些病菌 这都是要注意到 那本社有 关于Robert 有讲 以前讲过很多 关于杀虫子 杀细菌的方法 对的 可以给我们参考 参考 麻烦您看一看 对对对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谢谢 请按赞 谢谢您 谢谢